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就是它 我这一猜就猜到了 今天咱们这个非移美食的主题是什么 是卤菜 哎呦 厉害 山东菜 说到这个山东菜呢 它是我们这个中国菜系之首 也有人说呢 它是这个自成一派的 而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山东菜系 起源于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大地 所以呢 蕴含着很深厚的我们的孔孟思想 如果你要想学什么川鲁月怀扬啊 必须要把鲁菜打好基础 嗯 什么是基础 就是我们鲁菜的基础 哎呀 所以你看我们河南吃的菜 基本上都是鲁菜 这是意思啊 那说到这个鲁菜呢 可能很多人也就是对他可能了解的不够深刻 不够全面 我想这也是我们非移美食这档节目存在的重要的意义 让更多的人了解美食 了解美食背后的一些文化 它有文化 它有传承 它有流派 所以说我们鲁菜在我们烹饪史上 可以说写下了浓庄淡抹的一笔 哦 浓庄淡抹 我们首先浓庄第一菜 好不好 来 厨师烹饪的最高境界是 有味使其出 无味呢 使其入 海参作为一道极难入味的珍贵食材 因为葱香的融合成为鲁菜中的四大经典名菜之一 葱香味浓郁 海参Q弹 这是我吃过味道最好的葱香海参 我是曲浩 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 要想那海参入味呢 最重要的是就要熬制葱油 把猪油跟那个酥油混合一体 放入 油烧到四层肉 放入姜 姜菜汁 蒜 最后 最后再放入葱 油温不要太高 再四五层热油温炸制 炸到它焦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烧开水 加入盐 糖 葱油 把小油菜烫熟 海参的颜色比较暗淡 通过配料 丰富营养 也是为了丰富这个菜调的色彩 我们把泡发好的 也清理干净的海参 一破两开 上锅加入少许葱油 放入白糖 进行炒糖色 下入料酒 二汤 海参 大火烧开 小火为止 再加入鱼下的葱油 勾芡 淋入汁 将海参做成锦汁包茅 早在明朝的时候 葱炉海参就是御膳上的一道主菜 这道菜还可以加入炸好的山药 或者煮好的筋脉米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创新 传承从来不是一成无变 而是保留精华 与时俱进 我爱厨师 我爱厨师 传承从中华美食记忆 我看这片子里面 我看它那个葱油是分三次浇 所以浇完之后 它的这个色泽就特别的鲜艳 我都可以想象 咬上去那一口 肯定是软糯Q弹的 看来您是真是会吃啊 我们这个葱烧海参最大的特色 就是葱烧二字 所以把这个葱分三次放入里头 是使我们的海参的内部 启入到葱油的味道 外部又光亮油润 所以在我们北京 过去能吃得起葱烧海参的 那都得是有点身份的人 那叫下馆子 那是非常非常贵重的大菜 这个海参它是主菜 怎么选择这点相当重要 周身长满了刺 才是好海参 我们要选择呢 我们辽东半岛野参海域 四五年生长 四到六排刺的 一斤啊 得出六十个左右的海参为最好 我们亲切的把它称之为 叫做辽参 辽参 就这么来的 您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干海参吧 比如一斤六十头 对吧 五十到六十的是最好的 但是我还吃过用新鲜海参做的 现捞现吃 那不能现捞 咱们就跟 咱跟吃那饺子似的 煮好就放这不行 因为我们的海参 周身不满了 都是胶原蛋白 里边富含了很多多糖 所以是很难入味的 因此我们要含海参怎么样 咱们三个人合理 得把这海参啊 拉呀拉呀拉呀拉 让它所有的细胞组织的B 都要拉开 形成空隙 那绝对是拉得越大 拉得越长 拉得越薄为最好 那能拉多薄啊 我有一个好朋友 叫做高速健高老师 他就是我们世界这个吉尼斯的保持者 据说可以撑到这个0.003毫米 0.003毫米 不得多薄就是透明啊 薄如禅意啊 彤子是山东人 所以说呢 这个大圣人家乡 你说这个鲁菜 那饮食的礼仪文化 那更是非常重要 那关键是了 不带礼仪文化 还有吉祥文化 结婚的时候必须吃海参 这跟你结婚有什么关系 你不吃海参就容易离婚吗 所以咱们有一句话吗 叫爱情四海参吗 江老师好有意思啊 学着了啊 结婚必须得吃一盘海参 刚才呢 江波老师提到的这道菜呢 就是说这个 尤其是宴席当中 必不可少这道菜 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 休闲取决于西菜的质量 那这个鱼的熊 你不能最后的颜色的鱼 有关键做比较来 我们 parties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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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一个 第一个 在厌好的鲤鱼上 探出鲤鱼 外出鲤鱼人的口感 来自于刮乎有啥 大火球 有小子留到七十二字 将鱼如油 提起头尾 顶数越热越水而出鲤鱼 一条大火力的鲤鱼 为三番四条 即鱼在降海 鱼在翻海 鱼腹翻海 鱼头挺调 手机挺调 腹肌挺调 鱼尾挺刺 生抽 探出 撩酒 高汤 调皮 蘸天瓶 将做好炒酥鱼 加一桶 大葱 炒开 大葱开了以后 够以水煎粉 在出现 亚洲利润 大葱 鱼尾 大葱 炒开 这个胖鱼 是 这个广泡鱼 把鱼鱼鱿 都预点 这块肉 要先进我们中卫的果面 美味 骨头都酥了 糖醋鲤鱼的最像 出现在北宿之间 所以我们的其次到菜式之间 也尝尝到了历史的味道 这个糖醋鲤鱼就是说 这是宴席当中最后上的一道菜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糖醋鲤鱼的鱼字 是非常非常吉祥的 因此我们这个鲤鱼上桌了 代表出钱的请客方的 我们的财富 所以有连年有余 富富有余的鱼意 它的鱼意特别好 江波老师你知道吗 在咱们江西物园 也有一道跟鲤鱼有关的名菜 叫荷包红鲤鱼 对 因为它也是形状特别的 富贵饱满 然后颜色鲜艳极尽 曾经是宫廷鱼菜 这宫廠里头就叫做怀胎鲤鱼 因为家国兴 家里的兴旺国才兴 所以过去就表示 祈求子嗣的意思 您看这都是取一个特别吉利的 讨一个好彩头 在我们北方的年俗里边 大年初一 张大妈上了自由市场了 碰见李大妈了 李大妈就问张大妈 张大妈您上哪去 张大妈说 我这不是早上起来 逛趟早逝吗 买了一条鲤鱼 为什么要买鲤鱼回来 取吉利之意 所以鱼又叫吉利 吉利 而且提到鱼 您看鱼跃龙门 跃了龙门了 就叫鱼化龙 所以我们赶考的很多很多 过去到了京城 必要使鲤鱼 是 所以说您看在鲁菜文化当中 它就是取谐音来讨吉利 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这个飞衣鲤菜当中 这个溜黄菜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王能正 做厨师28年了 做菜千万牌 偏爱溜黄菜 溜黄菜的主食材是鸡蛋 首先选的是跑山鸡生的蛋 这种蛋壳 微轻 大小均匀 蛋黄焦黄 蛋香浓郁 回味儿又长 做菜之前 要掉出一碗清鸡汤 里面一底油也不能有 搅鸡蛋 要顺时针 均匀搅动 直到蛋清与蛋白混为一体 现在加入清汤 七个鸡蛋 加入少许汤 加入酥 起锅烧热 加入植物油 热锅冷油开小火 是让鸡蛋鲜嫩的命运 倒入鸡蛋 慢慢推着 勺子在锅中滑八字 滑八字能让鸡蛋不碎 并且形态无关 加入少许汤 刚刚断生 即可装入盘中 再依次放入清豆 火腿粒 一盘粉绿金黄 咸鲜软嫩 汤汁鲜美 入口即化的溜黄菜 就可以上锅了 炒熟的鸡蛋 颤颤悠悠 好像一不小心 就会塌掉一样 经常加成 易能入业 寻常理 或许最不平常 鸡蛋 有很多的别称 您看这个 黄菜 沐西 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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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够代表鸡蛋 你说了我绝对不信 所以我们宫廷菜 还有我们的卤菜 都是由我们的孔孟之道在里面 所以非常讲理 因此呢 我们就把鸡蛋所产生的一些菜肴 非常儒雅的 我们就把它表示出来了 刚才您说的 哎呀 又怎么叫芙蓉啊 去掉我们的蛋黄 就剩我们的蛋清 就像出水芙蓉一样 又白又娇美又滑嫩 而且说到鸡蛋 其实我有很多记忆 比如说小时候 春分的时候 妈妈就会带着我立蛋 你知道吗 然后还有这个 家里有这个朋友 生孩子 生孩子 送红鸡蛋 对 要全身涂满红色 这叫喜蛋 我们人类的祖先 最早把鸡进行驯化 哎 对不对 要是我们最早驯化的 都是天鹅孔雀 那不是树的 不是天鹅蛋孔雀蛋了吗 哎 张老师 说到这儿 我就问你一个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我也想问这问题 先有的鱼 先有的鱼 你说我不会做饭 但是炒鸡蛋 好像人人都会 但咱们片子里头 说的这个溜黄菜 你看似家常菜 但是做起来 真的是特别不简单 因为呢 它这个里边呢 要使我们的猪油 因为在我们的清朝的时候 是我们的满族的大清天下 因此满族人上白色 喜欢吃猪肉 所以满族人家家户户 续其豚 一期皮 十期肉 往往呢 都是用我们的大油进行摊制 摊制好了之后 喂了鸡蛋呢 更加的入味 所以我们再调上我们的高汤呢 将我们摊好的黄菜进行溜制 吃起来呢 外酥内软 层次感非常的强 又是一道随手可得的菜肴 刚才呢 江波老师前面提到了 说这个鲁菜啊 一句话给它总结了 叫做浓庄蛋膜总相宜 它其实除了有这个硬菜 大菜 它还有非常爽口 非常清新的海鲜 接下来这道菜呢 特别适合亭亭 卡路里极低 来我们一起来看 靠海吃海 海洋馈赠鲜美 西施蛇入菜 使鸟极可享用的滋味 西施蛇在以前叫做鸟阁 是江东沿海 一种比较稀有的大型 深水埋气的双壳贝类 从古至今 西施蛇都是一种珍贵的食材 我是赵盈 是致力于制作传统卤菜 特别是非以美食的厨师 海味鲜为首 青村的烹饪手法 就是让不新鲜 无处炖藏 只有刚刚挖出来的鸟背 才符合青村的要求 所以我会赶海挖背 亲自采集食材 首先我们处理鸟背 用小勺子挖出鸟背肉 切掉内脏等脏东西 这一步做的是将鸟背的脏东西进行剧除 从背部轻轻地开一刀 开一刀之后内脏 然后要全部都剧除掉 在这将鸟背进行清洗 开了我们要开始穿西施舌 西施舌的时间不一过长 大概是在8到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调好的汤汁倒入西施舌中 卤菜精鱼制汤 擅调海味 青村西施舌 合二为一 这道菜将海洋的鲜美还原 以西施舌来形容滑嫩的口感 这是我们的文化元素 也是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 其实要说到刚才咱们片子里看到的这台菜就不得不说我手里拿的这本梁石秋先生 其实刚才咱们那个摊黄菜 梁石秋先生也在里有所记载 据说在上个世纪 据说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 那么在我们的青岛有一个叫做顺兴楼 他呢 梁石秋先生到那去用餐 上了一道汤菜 一碗清汤 特别特别的漂亮 喝起来四个字来表示 叫青唇甘烈 再看上边 白颜色的形似像我们的舌头状的 再吃起来是洁白爽口 而且非常非常的滑嫩 再一打听这名 太好听了 西施舌 所以被录入到我们梁石秋先生 他的这本书里了 所以说呀 我们这个卤菜啊 是非常非常的有烟火气息 这个西施舌跟这个西施豆腐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西施是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美女 由于呢 她这个皮肤白皙 相貌娇好 就是用西施的白 美 还有皮肤的焦 滑 嫩 来体现将豆腐冠以西施的名字 所以那句苏东坡的名句 欲把西虎比西子 是不是说的就是菜的美啊 对 您说的太对了 这个西施舌它既有这个豆腐的滑嫩 又有豆腐所没有的柔脆 您看这个清代正板桥 诗中有云 大鱼买绪宋财东 巨口银林小是空 更有诸成来美味西施舌进玉盘中 就是说这个西施舌它是郊东的海珍品 那都是什么人吃的 那都是贵族吃的 我觉得今天不是这个飞鱼美食 是诗词大会 但是现在呢 很多人说这个西施舌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所以说呢 这个过去的我们非常高档的菜羊 现在呢 也进入到了我们寻常百姓的家庭 说明我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对 那我还是想知道 有没有更平民一点 更接地气一点的呢 那您可是问准了人了 是吧 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说起来这个 我跟您说 说到我本孩了 我从小呢 就是学习面点的 我们北方地区 我们的面的历史 是非常非常的悠久 我们可以说面条可以上述到我们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那时候就汤顶 面条的前身 用现在的话说吧 揪片汤 后来呢 到了我们的唐代时期 我们就出现了 叫什么呢 就叫做冷桃 用现在的话说 过凉的冷面 到了我们宋代 那就甭说了 叫锁条 而且我们这个焦头太多了 什么肉的 荤的 素的 汤的 干板 等等一系列 到了我们这元代 这技术又创新了 这面往这一拖 这手的蜜拿 刀削面 所以到我们的元代 就有了刀削面了 到了我们的明清时期 尤其是清代中印 就出现了我们的首称面 是以我们山东福山为代表了 福山面条里边的条形特别多 先说这棍条 这棍条里边 有筷子头这么粗的 这是最粗的了 叫个条 所以过去说了 掌柜的妈 您给我来一碗个条 过得凉练的 让人一听以为说黑话了 就是筷子头这么粗的圆条 比它再细的 叫辣心 再细的 粗莲子管 莲子管 细莲子管 一窝丝莲子管 龙须面 您说这圆条的我不喜欢吃 咱们吃宽条 从袋子条 柳叶 灯草皮 宽九扁 细九扁 九扁 一窝丝九扁 您这都不爱吃 还有宽桥麦 细桥麦 桥麦 一窝丝 桥麦 的三轮面 所以那个时代 我们就已经有这么多品种了 你记不住还真的吃不着一碗好吃的面条 从小吃面时的我 我还真就不知道这么多个讲究 这光说不练呀 假把事 光练不说啥把事 我今天还特地给您二位带来了 圣宗的我们福山这个面条的面 我亲自给您煮 哎呀 太荣幸了 荣幸荣幸 谢谢 您别着急啊 我先过个凉 因为这面是挂面 它这中间不好熟 我把它这个过一下凉 好 好 让我们做好 swimming 我玩乐 就是 我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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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 我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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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表 谢谢 谢谢 您太客气了 您太客气了 如果您要觉得不鲜 没关系 您是一口渣酱面 配上一口咱们好海米 好吃 面条比较筋道 等会儿 咱们不光光是剪面条 其实我们这个烹饪 其实我们这个烹饪 还特别讲究器具 特意的呢 我还带着面条 带了一个刚才小片当中 我们看到的这个陶碗 这个陶碗呢 实际上可以说呢 是历史更加悠久了 我们中国呢 这个最早可以推 往前推 可以推到新时期时代 那个时候 我们的制陶的工艺 就非常非常好了 我们用这种陶碗 来盛我们这一碗面条 第一点 就是我们的面条 放在我们这个碗里头的 保温性能特别好 但是 由于它的孔洞大 所以怎么样 您吃到嘴里的时候的温度 恰到好处 另外一点 我们陶碗 放在这里了 面条放在这里了 我们上边盖一个盖子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叫久制不松 因为它的透气性 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在那个历史时代 可以说是最好的保鲜盒 不管是洪府菜济南菜 还是郊东菜 它们呢 都植根于吉鲁大帝 代表了山松人 非常豪放的性格 从来不会刻意的去追求原料的稀缺 而是注重提升菜品的工艺和内涵 我想呢 就在这么简单的搭配之间 这就是饮食之道的精华所在 感谢二位做客 我们今天的飞鱼美食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